会审那一日毫不热闹 汪阁父子相会 一段悲伤自不必说 看见对头却是二成兄弟 出自意外 导持一惊 方晓得这场是非的来历 刑官审问时 二成并无他话 直指汪阁所记洪宫之书为据 汪阁便道 书中所曰秋梁建曰 元玉智买太湖县胡荡 并非别情 刑官道 汪宫已在逃了 有何对证 汪氏雄道 文德洪宫现在宣城居住 只拿他来审便知端地 刑官一时不能绝 全将四人分头监后 刑文宁国府去了 不一日 本府将洪宫借到 刘青在外面 已自买主借子 先将城标城虎根由 背戏与洪宫说了 洪宫料得没事 大着胆尽怨 虽将写书推荐二成 约汪阁来看胡荡 即汪家激发薄了 二人不悦 并赠卷不受之故 使墨根由说了一遍 汪阁回书 北城标城虎 藏区从寒 又藏匿不复 藏匿不复 以致上司激怒等音说了一遍 问官再次推居无意 又且得了贿赂 有心要周旋其事 当时判处审丹 略云 审得犯人一名汪阁 颇有侠名 原无反状 是因二成之私愿 妄解殊辞 既因何谓之论言 遂开兵信 查其本谋 实非得已 但不和不行告辩 纠和凶徒 善杀直观郭泽 及土兵庶人 情虽可原 罪食难用 思其束手自投 显非抗拒 但行凶非止一人 聚格自贡 当时逃散 不计姓名 而郡县申闻 已有刘青名字 和行文本处 访拿至罪 不可终成漏网 格子世雄 知情与否 亦难悬断 然观吴维州首辞 与同恶相继者不谋 似以准自首吏 孤从莫茧 汪格赵律 该灵迟处死 仍销首适重 绝不待时 汪世雄 仗己发配二千里外 成彪成虎 首适妄言 仗己发配一千里外 巨四兄党 刘青等到后八千 红公共鸣释放 县卫何能捕贼无才 罢官学籍 欲句 赴奏天子 圣旨依你 刘青一闻这个消息 欲仙漏欲欲中 只劝汪格服毒自尽 汪格这一死 正映着肃宗城下 小儿之歌 他说 二六家人姓汪 汪格排行十二夜 偷个船而过江 是指挤船之事 过江能几日 一杯热酒难当 汪格今日将热酒服毒 果应其言以 古来说 童谣乃天上 迎祸星化成小儿 欲言祸福 看起来 汪格虽不曾成什么大事 却被官府大惊小怪 起兵吊将 骚扰几处周郡 明动惊师 忧及天子 便有童谣御赵 亦非偶然也 闲话休提 再说 汪格死后 大理院官验过 仍将死师 销首 悬挂国门 刘青 先将师还藏过 半夜里 偷其头 去告葬于 临安北门 十里之外 此日 司对董三 说之其处 然后 自投大理院 将 一应杀人之事 独自承认 又自诉 偷葬 主人之情 大理院官 用行言训 背诸毒苦 要他招出藏尸处 终不肯言 事业受苦不过 死于狱中 后人有失赞云 从容就狱 身亡法 慷慨 捐生 报助恩 多少朝中 十路者 几人训意 似刘青 大理院官 见刘青死了 就算个玩局 狱中取出 汪世雄 即承镖承虎 决断发配 董三董四 在外 已自使了手脚 买主了形杖的 汪世雄 皮肤也不曾伤损 承镖承虎 着实吃了大亏 又肩戒子 也受了买主 一路上 将他两个男位 行至中途 承镖 先病故了 只将城虎 借去 不知下落 那借汪世雄的 得了许多银两 刚行得三四百里 将他纵放 汪世雄 躲在江湖上 使枪棒 卖药为生 不在话下 再说 董三董四 收拾了本钱 往姑苏 寻找了公四八 领了小孩子 又往太湖 打鱼人家 寻了汪家老小 三个人 扮作朴者模样 一路跟随 直送至延州 岁安县 汪世中处 汪福问之详细 感伤不已 波宅安顿 公董等 都一家附近居住 却有汪福卫护 地方上 谁敢倒个步子 过了半载 事件冷了 汪世中 遣公四八 董四二人 往麻地坡 查理旧食产业 那边依旧有人 灶探野铁 问起缘故 却是前四二为主 畅率乡民做事 就顶了汪阁的顾业 只有天荒湖余护 不肯从顺 董四大怒 骂道 这反复不义之贼 嫩般享用得好 心下何安 我拼着性命 与汪信之哥哥报仇 提了泼刀 便要寻前四二赌命 公四八指注道 不可不可 他既在此做事 乡民都帮助他的 寡不敌众 亡惹人笑 不如回复诗中 再做道理 二人转据诉讼 何其正在郭都建 门守经过 有任的董四的 闲着口 对郭都建的家人 郭兴说道 这来的矮胖汉 便是汪格的心腹帮手 叫做董学 排行第四 郭兴听吧 心下想到 家主之仇 如何不报 让一步过去 出其不意 从背心上狠的一拳 将董四一倒 急叫道 拿得反贼 汪格手下 杀人的凶徒在此 宅里奔出四五条 汉子出来 街坊上人 一拥都来 吓得公四八 不敢相救 一道烟走了 国行招引地方 将董四背茧绑起 头发都显得干干净净 一步一棍 借到宿松县来 此时新县官上尉道任 何县位又坏官去了 却是典时掌印 不敢自砖 转借到安庆 李太守处 李太守因前番 汪格反情不实 轻视重爆 被上司埋怨了一场 不声懊悔 今日又说起汪格 头也疼将起来 反怪地方多事 骂道 汪格杀人一事 奉圣旨处分了当 郭则性命已尝过了 如何又生事扰害 那典时与他起戒 好不小事 助教将董四放了 郭兴和地方人等 一场没趣而散 董四被郭家打伤 腹痛奔回岁安县去 却说公四八先回 将前四二 占了探野生业 及董四被郭家拿住之事 细说一遍 汪福夺道 必然借俊 却带差人到安兴 去替他用钱迎干 忽见董四光着头奔回 诉说如此如此 若非理太守好意 性命不保 汪福道 举官府口气 此事已撇过一边了 虽然董四哥吃了些亏 也得了个好消息 又过几日 汪福自引了家童二十余人 来到麻地坡 寻前四二与他说话 前四二闻知汪福自来 如何敢出头 带着妻子连夜逃走去了 到撇下房屋佳祭 汪福道 这不义之物 不可用之 赏于本地探户等 尽他搬运 房屋也都拆去了 汪福买起木料 烧砖造瓦 另盖起楼房一座 将汪阁 先前探野之夜 一一查清 仍旧汪氏营业 又到天荒湖 居集于户 每人赏赐不超 以收其心 这七十里天荒湖 仍为汪氏之产 有央人向郡中上下使钱 做汪福出名 批了执照 汪福在麻地坡住了十个多月 百事做得亭亭荡荡 留下两个家人掌管 自己回岁安去 不一日 折宗皇帝宴驾 新天子即位 颁下诏书 大赦天下 汪氏雄才敢回家 到岁安 拜见了伯伯 汪氏中 抱头而哭 闻得一家骨肉无恙 母子重逢 小孩已长成了 是汪福取名 叫做汪千一 汪氏雄心中 一杯一喜 过了数日 汪氏雄屏过伯伯 同董三到临安走遭 要将父亲海骨奔归埋葬 汪福道 此时大笑之事 我如何阻挡 但须早去早回 此间五江山 广有细地 风水尽毫 我先与你 契礼葬事 汪氏雄和董三去了 一路无事 不一日 复古而回 重备观目并练 择日安葬 是必 汪福向侄儿说道 马蒂坡产业虽好 你父亲在笔 错了威风 有地方多有仇家 公四八和董三董四 多有人认的 你去住不得了 我当初为一句闲话上 处了你父亲 憋口气走向马蒂坡去了 以致弄出许多事来 今日将我的产业尽数让你 一来是现成事业 二来 你父亲焚盈在此 也好看管 也叫你父亲 在九泉之下 消了这口怨气 那马蒂坡产业 我自宜家 往彼居住 不怕谁人奈何的我 汪氏雄 拜谢了伯伯 当日 汪福 讲岁安房产账目 尽数交付汪氏雄明白 同仆也分下一半 自己领了家小 向麻蒂坡 一路而去 从此 岁安与肃松 分作二宗 往来不绝 汪氏雄凭借伯伯的才是 地方无不信服 只为其张氏复获身死 终身不娶 专以训而为事 后来 汪千一中了五举 直坐到亲君指挥使之职 子孙凡胜无比 这段话本叫做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后人有失赞云 烈烈轰轰大丈夫 出门空手立家魔 请真义事多帮手 赏搏消人起意图 仗见报仇因破例 挺身就狱为权奴 汪福让宅真高义 千古传明 事起屋 事起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